云梦二十五年 云深战役结束后的第二年 云梦皇帝将丰眠思念王妻 并故 妻子将成登基为帝 妻女将宴离封柔书长公主 义子未无限封尘亡 自此 云梦国力鼎盛 一片海燕和清气象 要说这云梦战役 确实是惨烈无比 也就是咱们先皇和先皇后 亲自率兵出征 不然换谁都够呛 可不是嘛 虽说这已经过去一年多时间了 云深不知处 依然是一片荒凉景象啊 能不荒凉吗 最终一役结束之后 先皇下令烧毁云深不知处 整整烧了两天两夜呀 唉 这也不怪先皇下这样的命令 谁能想到 最终一战太过惨烈 导致先皇后重见身死 先皇是气急了呀 要我说呀 这姑苏也没讨到半点好处 最终一战拼尽全力 最后不还是得了个 亡国灭门的下场吗 还不如尽早投降 姑苏皇室子弟或许还保得住 就是就是 茶馆内 众人议论声沸沸扬扬 在这人生顶沸时刻 角落里那位不起眼的黑衣剑客 走出了茶馆 茶楼 酒方 到处都是欢声笑语 说书人正讲被灭国的 姑苏皇室的去闻要事 姑苏皇室 姓兰 这位皇帝陛下 有位精神失常的皇后 倒也不是疯子 就是郁郁寡欢 精神不济 偏偏皇帝爱惜得紧 爱美人不爱江山 为了陪皇后治病 屡屡不上朝 不治国 说书人喝口茶接着讲 但是好在皇帝陛下 有两位已经成年的皇子 个个都是角角君子 则是明珠 大皇子兰西臣美美兼国 于正式上颇有剑术 二皇子兰忘记故事不多 颇为神秘 据说 这二位也长得那叫一个好看 和咱们当今陈王不遑多让啊 和咱们陈王差不多 那确实是好看 众人应和道 但是呢 说书人接着讲道 各位也都知道 自从前几年 先皇准备攻打姑苏以后 连年的战争和灾害 拖垮了姑苏国力 姑苏一再战败 但一直没有投降 这才有了最终在姑苏都城的云深一役 最后一战是大皇子兰西臣亲自领兵 场面极为惨烈 最终 兰西臣重伤身亡 皇室其余人也都死在那场战争里 剩下的的也都死在了那场大火中 那位神秘的二皇子呢 据说二皇子在云深不知处被攻破后 跳下山崖以身殉国了 姑苏就此成为咱们云梦的地盘了 众人唏嘘不已 而另一头出了茶馆的黑衣剑客走进了一家当铺 老板看清来人 立刻说道 二位也已经等候您多时了 随后将其引进二楼雅间 雅间内 温情温您两姐弟早已喝完一盏茶 见黑衣剑客走进来 吩咐老板关好门 老板听从命令 关上门 退了出去 蓝旺姬 你怎地如此迟 莫不是路上遇到什么问题了 温情率先出声质问 没什么问题 路上听书觉得有趣 多坐了会儿 温情明显不快 抱怨道 有什么故事能吸引得了你 蓝旺姬放下茶盏 看向他们姐弟二人 没什么 孤苏灭国的故事 温情一愣 闭口不言了 他们都知道 别的事还好 孤苏灭国的事情 是蓝旺姬的逆临 谁都不能碰 这次不夜天 又有什么任务 蓝旺姬知晓 二人此次与她见面的目的 无非就是杀人 或者灭门 这 温情吱吱吱半天 说不出话来 温宁 你说 还有什么事 是我接受不了的 蓝旺姬看向温宁 温宁艰难开口道 其实也没什么凶险的任务 就是阁主派你去接近当今云梦的陈王 魏无羡 然后杀了他 蓝旺姬面无表情道 没 没让你杀他 温宁忙补充道 蓝公子 阁主说 现在还不是你报仇的时机 你需先折服在陈王身边 时机到了 自然会让你报仇血恨 蓝旺姬没应声 见状 温情出声劝阻蓝旺姬 你自己心里也清楚现在是什么时候 这不是你报仇的最佳时机 阁主定有安排的 你不能冒险 温情心里一万个着急 他也想不通阁主为什么要把蓝旺姬派到仇家身边去 但是他不能违抗命令 只能等蓝旺姬自己想通 好 我知道了 过了很久 蓝旺姬终于出声 对面两姐弟不约而同松了一口气 你能想开就好 我们共事这许多年 我知晓你心性坚定 总会有大仇得报的那一天 既然阁主的吩咐已带到 我们就先走一步 温情说完 两姐弟站起来就要告辞 蓝旺姬嘱咐他们途中注意安全 带他们走后 蓝旺姬独自坐在原处发呆 他已经有整整两年没有听到过关于姑苏的支言片语了 而今在异国他乡 竟然再一次完整地听到故国覆灭的全过程 其实坊间传闻也并不完全正确 母后其实早在五年前就已经顽固了 父皇无法接受这个事实 只是对外宣称母后有急 将母后的尸身依旧放在寝殿 用要保护尸身不服 日日对着母后思念哀伤 兄长不得不提前担起家国重任 本以为一切都会好起来 姑苏也会在兄长的管理下兴盛起来 可没想到 先来的 却是灭顶之灾 蓝旺姬永远也忘不了那一天 起先 云梦和姑苏的战争只是在边境小镇 没想到云梦军队势如破竹 很快就攻陷十余座城池 叔父不得不亲自领兵上阵 抵抗了三月有余 就在双方僵持不下的时候 交战地爆发了鼠疫 疫情迅速蔓延到姑苏军队中 叔父也在接下来的交战中不幸生死 叔父的死传回云深不知处的那天 蓝旺姬在殿外整整跪了一夜 请求兄长允许他挂帅出征 兄长 我尸臣不夜天 自小就跟随师父出生入死 武艺高强 我此去 不会有事的 我一定能将云梦军队击退 旺姬 我知晓你心意 但是现在 你已经是我唯一的亲人了 我绝对不能让你有丝毫的危险 你现在 马上回你师父那里去 蓝旺姬西行上前道 家国有难 旺姬怎能弃亲人手足 黎民百姓于不顾 若是姑苏难逃此劫 旺姬绝不毒火 啪 一巴掌打在蓝旺姬的脸上 他惊讶地抬头看向自己的兄长 这么多年 兄长从未和他生过气 更别说动手打他 旺姬 我已经派人送信于你师父 大约一两日他就会派人来接你 你先去不夜天暂避 带我出征归来 再接你回家 什么 你要亲自出征 不行 让我去吧 兄长 求你了 我意已决 旺姬 不论结果如何 你都要好好活下去 来人 给我把二皇子关在寝殿 没我的命令 不准踏出宫门半步 兄长 回忆往昔 蓝旺姬不禁轻叹出声 可是在这空无一人的当铺之内 并无人应答 虽然兄长亲自上阵 但战争依旧是毫无起色 大约过了一日 不夜天派来了温秦和温宁两姐弟 蓝旺姬不肯跟他们走 他们只能趁其不备 将其打晕绑走 可是蓝旺姬也不是柔弱公子 他自小在不夜天受训 心性和体格都非常人能及 马车走了半日 他便转醒 乘着温秦温宁两姐弟在前面赶车 他挣脱束缚跳窗而逃 令人没想到的是 当他日夜赶路回到云深不知处的时候 面对的是兄长重伤 命悬一线 门外就是云梦军队 他背着重伤的蓝旗姬从后门逃脱 来到云深的山林禁地 本以为这里在短时间内不会被找到 有足够的时间带着兄长逃走 谁知云梦军队占领都城皇宫之后 竟然下令放火烧山 逼出他们兄弟二人 眼看火势越来越大 蓝西尘转醒 看见蓝旺姬 扯出一抹笑容 你怎么又回来了 我就知道你不会乖乖回去 又被我猜中了 蓝旺姬看着兄长已是强弩之末 不禁流下眼泪 兄长 你不要说话 我带你逃出去 我的傻弟弟 你怎么能骗我 我快要死了 我知道的 这么大的火 你带着我是逃不出去的 从这山崖下去就是寒潭 下面有一条暗道 你一定能平安出去 旺姬 放下我吧 不要让我失望 我不放 要死我们一起死 蓝旺姬哽咽着道 火势逐渐转小 云梦大军也渐渐逼近了 二人被逼上了悬崖 蓝旺姬把蓝西尘放下 拔出壁陈剑准备迎敌 云梦军队为首的将领在几十部外下令放箭 原本重伤难以行走的蓝西尘突然起身 为蓝旺姬挡住了箭雨 一把将蓝旺姬推下山崖 蓝旺姬手持壁陈 惊愕地看着蓝西尘 他只来得及看见蓝西尘的嘴型 读出了两个字 报仇 跌下山崖的蓝旺姬被赶回来的温情姐弟所救 带回了不夜天 自此 前尘往事一笔勾销 世上在无辜苏二皇子蓝旺姬 只有不夜天杀手蓝战 一盏茶壁 回忆结束 蓝旺姬告别掌柜 走出了当铺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